鑽石線上實在鑽幸福 鑽石線上實在鑽幸福 今天有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來跟各位做分享 第一個重點 過去所推薦的每一檔股票 實實在在的在現在 都讓各位來做應證了吧 第二個重點 全市場大家都在問 鑽石會正宗標股 到底到底是哪一檔 那今天有一個很棒的活動 來跟各位做分享 猜一檔會長的股票 很好猜了啦 其實老師就是很努力的 在會員的權利 可以跟親愛的投資朋友您中間 我取一個平衡點 那我可以這樣講 如果你這樣子還不知道 是哪一檔股票的話 也歡迎你打個電話進來詢問 我會交代助理同仁 來跟各位來做報告 好嗎 這是今天一個很棒很棒 很難得的活動 來 各位可以看到這禮拜 我們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希望讓你掌握到的是什麼 禮拜一 8038的長遠科技 大跌停 我特地開放讓大家來做諮詢 我特地開放讓大家來做諮詢 百分點了 多頭行情少賺就是賠 其實各位會發覺我們的邏輯 標股它是有架構的 標股它是有線索的 只是看你的架構 你的方向是不是正確的 當初我跟各位講一個重點 當初大盤在八千一百點的時候 你不要看這個圖形喔 當初我怎麼來跟各位做報告的 我說你要在這個地方判斷大盤 到底是多頭還是空頭 很簡單 因為我的觀念來自於世界各國的股神 我從來不看那些什麼 我的技術線圖會轉彎 真的那種書我一本都沒買過 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它到底在股市當中 賺到了多少錢 我寧願去學一些 在股市當中已經成功的 世界各國的股神 他們給我的觀念 所以我幫你找到了新股 我來告訴各位投資朋友 新股你要怎麼來賺 您還記得嗎 從讓蘋果吃憋的專利王開始 這一檔股票非常的有趣 就是2388的威盛 你還記得吧 最近威盛跟華碩底下的子公司祥碩 然後再打專利權的官司 有沒有 為什麼威盛敢勢無濟戰 因為他就是台灣的 台股的專利王 從威盛之後 我又跟各位報告到的是 跟專利相關 同時又是新股的 正極材料 全世界唯一一家 全世界唯一一家 擁有氧化鋰鐵磷專利的 8038長原科技 我說它的氧化鋰鐵磷的技術 是可以取代磷酸鋰鐵的 而磷酸鋰鐵正是現在 全世界最流行 Tesla module當中 所有電動車當中 所用的電池 叫做磷酸鋰鐵 我說一台電動車 它將近高達8000顆的電池 如果這8000顆的電池 能夠cost down下來的話 如果採用氧化鋰鐵磷的話 電動車的售價 會來到甜蜜點喔 因為氧化鋰鐵磷 它符合了歐盟的ROHS的規定喔 Restrict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各位你應該都還有印象吧 而不像磷酸鋰鐵一樣 在製造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有污染 所以我希望讓各位了解到的是 不是一檔股票它漲了多少 而是大漲背後 它代表的到底是什麼 代表的是專利的重要 代表的是 氧化鋰鐵磷是全球 五門土器 獨一無二的技術 我還請各位去WIPS的網站上面 查詢一下 World Interaction Property Search 搜尋引擎當中 你可以輸入這幾個號碼 7494744 這正是8038長遠科技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專利 我不是要跟你數掌停 數掌停沒有意思啊 重點是你有沒有掌握到掌停背後的意涵 104 做什麼動作 漲了65個百分點之後做什麼動作 我希望跟各位報告的是我白紙黑字的跟你做預告 就剛好就在這個點位 我從第一天跟你做報告 在這個點位告訴你 請你買在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 65個百分點 你可不可以先賺一趟 隔天大跌 104跌到91 請你分時分批分價再度買進 九天八點九跟掌停板 尾盤拉掌停 重要的事情來了 當禮拜一的時候 當長遠科技打跌停的時候 我怎麼跟各位來做分享來做報告的 我說我開放來電詢問 我們不要去影響籌碼 來12月16號 打跌停 請你趕緊的打電話來做詢問 我告訴你他為什麼會跌停板 以及跌停板之後 你要怎麼操作 就這兩點 所有打電話進來的投資好朋友 將近70幾位 你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吧 12月19號 長遠科技跌到91塊半 我告訴你 第一點回測完畢 這就是我 這就是我 昨天的長遠科技 差異檔掌停板 我說什麼 在他大漲的時候 前一天我說什麼 第一點回測完畢 怎麼那麼巧 怎麼那麼剛好 這是投資朋友最想問的問題 因為這就是我做的嘛 實實在在有帶領會員 有買進有賣出 這才會在金銀島 而我說當你錯過了長遠科技之後 大盤的脈動 大盤的主軸就在於新股 請從魁始吧 歷史典故 不贅述了 我說請你從這一份 新股攻略的研究報告 開始吧 因為那兩天 新股跌的非常非常的多 上個禮拜四 上個禮拜三的時候 那兩天新股全面大跌 全面拉回 我知道在這個地方 投資朋友你是比較容易犯錯的 因為我這樣說好了 當股票跌停板的時候 你會害怕 第一個 怕說賣不掉 第二個怕賠錢 因為你不了解這家公司 所以我還特地的拿一檔股票來做舉例 8409的商之器 主要產品是什麼 就是PACS 各位對一下時間好嗎 12月11號 12月12號 有沒有連續兩天 請各位一定要拿到這份資料 因為我要告訴你的是PACS 如何改變整個medical world Picture Archery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顧名思義的講 它可以讓整個系統 做沒有間隙的傳導 完善遠距的醫療服務 今天你在台中 今天你在高雄 你因為出外遊玩 譬如說你去當地的醫院 做了診療的動作 當你回來了台北 當你回到你原本的故鄉的時候 能不能第一時間的 讓你所有所有的data 都讓醫生完全的了解 這是我要跟各位做分享的 而且包含了電腦斷層 X光片超音波核磁共振 從你本來去醫院做檢查的時候 可能你照完X光 照完了MR 可能你要等半個小時 可能你要等一個小時 最少可能都要等30分鐘了 而你擁有這套系統之後 從你等待的30分鐘 變成只要3秒鐘的時間 各位這是一個飛躍直上面的進步 我希望在股價在低檔在跌停板的時候 我說台灣真的具有很多 非常具有競爭力的公司 我很願意幫這些公司來做發聲 來讓各位了解到這些公司真的 它隱含的爆發力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我說這個PACS 現在光是台灣的醫院 馬蓋馬街醫院已經開始採用了 那一套系統要8000萬到1億2000萬 各位你知道它的股本才多少嗎 而大陸已經有300家 開始採用PACS的系統 而且兩年之內要成長6倍 所以為什麼當這一些有錢人的想法 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要你領先他們 施政隆旗下的智隆集團 為什麼要去買它21個百分點的股權 不就是因為PACS嗎 所以我說這些東西是各位比較 沒有辦法去了解到去掌握到的 所以我希望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跟各位報告 這是一家非常非常具有競爭力的公司 這樣子各位 你不會因為股票在跌的時候害怕 不是嗎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你現在看起來它是標股 但是當它跌停板的時候 為什麼我要來告訴你 PACS的秘密 因為我希望讓各位了解到 真的你只有買在大家不知道的地方 你才會賺得比別人多啊 來 大氣商人 PACS 我不是要跟你數掌停 掌停板有什麼了不起 重點是如果你能夠買在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 如果你都能夠掌握到這些第一手的資訊 當然我相信財富離各位的距離 或者是夢想離你的距離 那絕對是越來越近的 為什麼當股票在跌停板的時候 老師都跟你講的特別大聲 常緣科是這樣 商之氣它還是這樣 各位你要是想到 之前我們帶領全國會員賺到發瘋 走路都有瘋的五瘋的話 你一點都不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 各位當初我們買進五瘋的時候 是一買進它就每天漲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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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到128塊嗎 錯了 當初我們在買進五瘋之後 六十幾塊 途中有沒有遇到挫折 有沒有遇到阻礙 當五瘋打跌停的時候 我還特地的推出古王先修班 兩天連續兩根跌停 我用最堅定的語言告訴你 七萬九千八的故事 我希望你能夠拿七萬九千八來跟我圓一個賭場老闆的夢想 我希望你用七萬九千八跟澳門的首富稱兄道弟 跟何鴻森何賭王 不是這樣嗎 跌停版的時候 當大家都不了解到這間公司的時候 你不是可以買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嗎 因為沒有人跟你搶嘛 來到最後五瘋 一百零二個百分點 長遠科打跌停 我也是這麼告訴你 商之器打跌停 我也是這麼告訴你 PACS 五天的時間 二十五個百分點 二十五個百分點 這不就是買在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 賣在大家都知道的地方嗎 各位昨天的商之器來到了 六十二塊三 六天的時間 漲了十五點八塊 三十三個百分點 你連拿到資料 你就知道星骨 該如何的來攻略吧 你都可以買在這一天喔 這兩天你絕對都買得到 不是這樣嗎 下半段節目為各位揭開 盤石會神秘的面紗 進個廣告 民國五十五年 全台國小每班約五十二個學生 當時約二十個年輕人 撫養一個老人 民國一百零一年 全台國小平均一班約二十五人 預計民國一百一十一年 約四個年輕人 需撫養一個老人 隨著社會的變遷 少子女化與高齡化 已影響年金制度發展 談習下一代 請支持年金制度改革 好不敬意 至终方向不新 温顿不明 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切入第一手的买脸 发掘第一名的前例标的 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 华冠头部何副总 带您纵横股市无网无力 速播致富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头部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 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头部冠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 专业 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股市中方向不新 温顿不明 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切入第一手的买点 发掘第一名的前例标的 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 华冠头部和副总 带您纵横股市无网无力 速播支付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鹅牌清理窗 专业复了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 男友 吹起疼啊 生用起疼五分钟 我觉得成功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么多全国的投资好朋友 当初我们在他跌停板的时候 跟各位讲新股该如何来做攻略 我觉得投资朋友是比我还兴奋 老师 跌停板的时候 如果可以买的话 之后是不是会赚很多 当他打跌停的时候 那时候我希望跟你分享的是PACS的秘密 而不是看到六天涨了15.8块来跟各位做炫耀 绝对不是的 同样的事情会一再一再的发生 可能各位你没有想过 但是它确实的一次又一次的发生 我们需要买的股票是未来强的股票 并不是看到什么股票现在很强你跑去买 当他很弱势的时候 当他三天的时间三根跌停板的时候 我希望你来买这种未来强的股票 好吗 所以我说标股要一档接一档 会长等于会长 廖董 蔡董 陈董 他们都是会长 而他们的股票等于也是会长 所以特地的跟各位分享 磐石会标股大公开 这些全台湾上市上跪大头家 这些拥有超过一兆资金的人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未来要做什么 我们能不能利用这样子的机会 去做重压 前提是 你比别人先知道 你买在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 还有一个重点 你买的是合成堂推荐的股票 廖董 蔡董 陈董 有这三个 廖董 蔡董 陈董 美绿强不强 各位昨天的美绿创下了历史新高 来到160块钱了 8406的金可昨天涨了半根的涨停板 2497的宜利店昨天涨了半根的涨停板 超级强 而我说这些的股票会领先一年的时间 在他老板接任会长之前 所以我说接下来这一档 2XXX龙的船人 100条龙 各位您要不要 股价还在十几块 当初在17块多了 现在这张字卡已经不适用了 为什么 这是去年我们操作金可 实战经验好吗 带领会员实在赚到的 我希望推荐给各位的股票 是买在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 是买一档已经大跌90个百分点的股票 而我说这档股票 它跟八大行业有关系 因为它下面有主要八个事业群 它还有六脉神剑 各位您应该都记得啦 来 从12月17号 这不是日线啦 好不好这是月线 这是日线 12月17号 在这边 12月19号 三天的时间 14个百分点 来到19.95 100条龙 这是昨天 各位昨天已经来到了 20块2了 不多啦 股价涨了5.7个百分点 从17块又涨到了20.2了 全国会员 你知道的 是不是绝对超乎大家的想象 买在早知道 买在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 多好 同一档股票吧 从17块半已经涨到20块钱 所以今天如果你还不知道这档股票是哪一档股票的话 同一档啦 好不好 如果你这样子还猜不出来的话 没关系 欢迎你打个电话进来 那我们的助理同仁 会很开心的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一份的幸福 好吗 钻石线上实在赚幸福 真心不怕火炼 实力不怕考验 绩效 更不怕各位的检验 我是二神堂 我在华冠 为各位投资 赚大钱 周末愉快 下周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资料仲参考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的我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的我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的我 做好环境清洁 清除积水容器 才能免除登格勒的威脅 回了我的家就没有钱钱玩玩干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中方向不轻 文顿不明 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切入第一手的买脸 发掘第一名的亲密标的 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 华冠头部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无网无力 速播致富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头部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头部冠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 专业 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预防溺水有十招 第一招 汽水地点要合法 第二招 不做危险的举动 第三招 湖泊溪流汽水需特别小心 第四招 不落单注意同班位置 第五招 下水前先暖身 第六招 不可在水中嬉闹 第七招 身体不适不下水 第八招 不要长时间泡在水中 第九招 气候不佳不下水 第十招 加强游泳漂浮技巧 教育部关心您 这不是我的雞啊 我们现在 都跟合法屠宰創的雞来面 没有现代的啦 那不是电载冷凍机 怎么还要吃 合格的屠宰机就是生鲜机啦 怎么会吃啊 为了降低情有感风险 政府推动传统市场进载活情 合格屠宰肌肉 我专业兽医师帮我们把关 安全更有保障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因为我是购物专家 好 好